经过一夜好眠夜宿果菜市场的市长韩国瑜,三点半就起床准备视察果菜市场的运作状况。 虽然只睡了四个半小时,韩市长的精神还是相当好, 而在视察的过程中,韩市长表示将评估实权果菜市场改建为现代化观光市场的可能性。 凌晨三点半,市长韩国瑜走下楼和守候的媒体记者打招呼, 虽然只睡了四个半小时,韩市长的精神还是相当好, 准备到市场视察果菜批发和拍卖情况。 因为市集也很多,然后躺下去也没什么烦恼, 一觉就到凌晨三点,顺便看一下拍卖, 看看我们刚刚果菜公司的拍卖的情况怎么样, 有没有可以更成长啊,检讨的空间, 还是一些都做得非常好,将来能不能够扩大, 这方面都要来看一下。 凌晨三点多,大半夜的天还没亮, 就有少部分的摊商在搬货和整理书果, 但看到韩市长在就任隔一天就来果菜市场视察, 还是感到很兴奋。 加油,加油,加油,加油。 你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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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韩市长也感受到这股人情味, 体会到劳工半夜工作的辛劳。 代表这里菜市场出身,关心大家之外,也希望大家能重视一下, 劳工朋友在半夜上班是多么的辛苦,大家能爱护劳工。 在和现场摊商互动交流, 倾听摊商新生和关心果菜价格和拍卖状况后, 韩市长表示,在农业发展上,市场是不可或缺的一环, 未来市府将评估实权市场改建为现代化观光市场的可行性。 未来高雄在于整个农业这一块,菜市场是其中一环, 所以我们农业局吴局长也非常辛苦,一起来,大家看一看, 想一想未来高雄有没有办法,有没有需要来建构一个现代化的观光市场。 以卖菜狼的出身当选高雄市长的韩国瑜市长, 实现选前承诺,上任后选择熟悉的果菜市场夜宿一晚, 和菜饭摊商互动交流,为高雄农业的行销发展寻找新出路。 港东新闻林田阳,雷昌邦,采访报道。